来来公主忠实的奴仆 能听见吗 说 我就来说一说 现在咱们中国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琴棋书画的围棋 就是不如国外 首先 对 这个现代的竞技围棋 其实呢 主要贡献来自于日本 就小国 那么现在呢 现在这个作为体育来讲 作为一个竞技运动来讲 领先的是韩国 排第二是中国 日本 排湾能 什么运动排第一韩国 围棋 围棋 现在的世界第一人 是个韩国人 不是条狗吗 阿法狗 那个狗还是条外国狗 那还是个欧美狗 对就阿法狗 对现在还有更多了 还有卡踏狗 咱们中国 中国的狗 其实是最厉害的 前段时间 咱们的那个 世界人工智能的围棋比赛 中国的决议 是赢了外国的那个狗 但是这个人不行 世界顶尖的围棋比赛 你现在说行还不行 是说人狗大战呢 我们在讨论人狗大战 还是在讨论人 人人 人人大战 人人大战跟哪个国家比不行 呃跟韩国比不行 就是除了韩国都行 对 现在世界第一是韩国的一个叫深圳序 基本上就没有人能下赢他 下赢他呢 也就是十把里边有个一把 这大多数还是人家赢 对 就基本上就是人家赢 完了 这个说明啥 说明啊 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围棋文化 嗯 这个因为某些原因被丢了 反而让这个日本韩国 嗯 他们没见过什么好东西 咱们好东西多呀 他们好东西少 他们全给捡去了 现在反而是下不过他们了 嗯 在那个聂岳平起胜出现之前呢 是日本是最厉害的 后来咱们念味平起胜 你平时是个威胁爱好者吗 呃对 嗯 现在我是不是有点 我这个感觉我不知道这个 他举的例子对不对啊 就比如说 呃我原来02年那日 我在玩的是传奇世界 我当时呢 呃装备挺好 盛战套 还有32的裁决 我当时横着走 结果呢 我后来换了别的游戏去玩了 完了这个游戏 我就愣那了 当时呢 宁子跟我一起玩呢 我们后来都不玩那点东西 都给宁子了 宁子拿那些东西卖不卖不了以后 级别也晾上去了 40来级了 我当时39级 他41级了 他现在比我牛逼了 他比我牛逼了 但前提是我 我我已经不玩了 那你现在说的东西也是属于我们 可能玩的人少了 对不对 就是可能玩的人少 参与的人少 推广度可能都不高了 完了人家现在玩挺明白的 现在证明啥 现在证明的是他玩的比我们厉害了 从竞技上来讲 他们玩的比我们厉害 但是从这个围棋的这个哲学上 这个修身仰性上 那就没 可能日本稍微厉害一点 那没必要了 哥们 我现在我现在说的就是 我现在问的是不是就是我不玩了 现在 现在如果说这东西啊 变成一个我们正在 求而不得的东西 我感觉好像是 扔了 我感觉我们不扔了 确实我说实话 我长这么大 我跟围棋一毛钱交道 一次交道我没打过 我甚至没看过有人现场在我面前吓过 我都没见过 我们不是扔了 其实围棋呢 在 虽然说他的那个普及度没有象棋广 但是主要的这个兴趣班 很少有学象棋的 基本上是国际象棋 还有这个围棋 然后咱们的围棋人口 那也是相当多的 围棋顶尖力量的厚度 也是世界最厚的 就证明咱们在围棋上啊 是很努力在发展的 就是这个 他们在评论 一直提这个和解和解的是什么人啊 柯杰是曾经的世界第一人 曾经把韩国现在这个世界第一人 柯杰还是柯杰 柯杰 柯杰 柯杰曾经是世界第一 现在他咱们他参赛比了就啥不是了 淘汰了 那现在有点抽象了 他也天天跟抖音上直播 不是啊 那他他他现在啥水平啊 他他反正顶尖超一流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韩国的啥水平啊 呃跟他下七把还是六把了 全赢了 就是 就最近没输过 他俩正好反过来 前几年呢 是柯杰一直赢就不输 现在是他一直赢 就柯杰就一直输 啊啊 所以所以证明国内不行了 对顶尖力量不行了 啊顶尖力量不行了 然后呢 然后但是这个 咱们并不是说不玩这个东西了 咱们的这个维基选手 顶尖力量特别多 你就像假如说 柯杰和深圳旭是超一流棋手 嗯 那么深圳旭他属于是独一党的 但是在下面这一党 就是一流高手里面 中国特别特别多 但韩国没有几个人 日本可以说就一两个人 台湾 就出版了尖端的人 感谢我凤贤哥的那个提多 就是尖端的人就有 啊 中端的人就没有 我们中端多 对我们是高端多 他们是顶家 就一个 嗯 这等于 第一不是我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是我 可以这么说 必须得 按你认知必须得是 一到十都是我 后面全打后面 跪着 不是这么说 是这个 其实这个东西啊 也是近几年的情况 这个围棋 现代围棋呢 一开始日本特别厉害 日本制霸世界 很长时间 嗯 然后被这个 聂为平棋生 给打败了 但是没过多久呢 韩国又上来 又开始制霸围棋界 这个又持续统治了 很长一段时间 嗯 到后来我们出现了 古力八段王 八冠王 哎 和那个 韩国 属于一个 分庭抗礼的状态 好不容易出了一个科捷 又把这个韩国 摁在地上了 韩国又整出来 一个深圳序 不是 那我 现在又把我们给打败了 那我们这玩意 就是属于轮流坐 风水轮流坐 咱那个 大王轮流当 对吧 是 这个东西 你等于拿结果 再说一个 一个原因 就是 比赛这东西嘛 本身就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做 成胜将军的 对吧 你说的这种东西 是个比赛嘛 对对对 对吧 他不是说像现在 你说我能上天 别人上不了天 对吧 我有领悟 别人没有领悟 他这个是个 非常既定事实 你说的这个东西 它是个轮流 轮流当 而且是一个比赛 结果就是谁利益 拿谁利益的结果 然后还能推断出 什么结果 你也推不出来了 就是就是这场 他比第一了 你这么说 如果你要非要 套一个概念 比如说围棋 是中国人发明的 对吧 照理来讲 应该在我们 这是最牛逼的 那为什么现在 就是没有 这个牛逼的人出现 我认为呢 是属于环境问题 对 真的是环境问题 那环境问题 一直是赢的 那能代表啥 呃 代表 在疫情期间的 他这个韩国啊 嗯 他那个比赛 还是没有间断 对于运动员来说 比赛是非常重要的 他可以维持 这个运动员的状态 但是我们中国疫情期间 这个比赛几乎是停了 很多顶尖棋手 都没有棋可以下 你都说了 疫情是应该停 还是应该开 那在我看来 肯定疫情期间 是大局为重嘛 嗯 但是现在导致一个结果啊 就是我们这个围棋 就不行了 甚至于现在日本 他有点隐隐 还想上来的意思 这个日本有个 那个小富二代 前段时间 赢了柯杰和谢柯两个人 成了咱们围棋界奥运会 应试杯的这个冠军 日本十几二十年以来 第一次重新获得世界 冠军 他有点又要起来的意思 嗯 然后呢 然后 呃 我们中国这个棋鞋啊 这个棋院 和这个韩国棋院 我认为 单独比一项就不全面 是吧 单独比一项 嗯 你说就是 你要比如说 你要从奥运会 从奥运会来讲的话 那就奥运会 谁多排 谁多金 最多 谁算赢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啊 对 那奥运会现在韩国多金最多啊 韩国这个体育嘛 肯定是 他就算得金了 他有点 有点水分 他那个 咱没必要 没抓着的 没必要说这个 就是奥运会 奥运会谁多金 最多 就 就证明 就就就证明 那个 谁对牛逼嘛 对不对 就综合 至少证明他竞技体育 对 至少 至少证明他这个国家 竞技体育做的很牛逼 对 韩国最多吗 韩国 其他运动 应该不太行 那所以证明啥 这个围棋 你看别的东西 我不一定有你 那个不一定如你啊 个儿我不见得长得比你高 人我见得长得不见得比你帅 但我血压比你高 不是哥们 这有一项不一样 然后能怎么着啊 是 那是不能怎么着 但是对于我们围棋爱好者来说 这是堵在胸口上 难受 你也舔个脸为歇爱好者 那么牛逼你上啊 你堵胸口上了 你跟他 你不跟他国族一样吗 天天跟人骂国族 牛逼你上 你上去提一下 你骂人 我们一直有在野湖上 就是每次科捷下输了 我们就在野湖上 找一些韩国 韩国棋手 就跟他磕一下 你行你杀出来 你哥们你参加比赛 你行你上 你这时候人输了 你还不干吗 你行你上吗 是 你施个屁 你行你上不就完了 你是啥呀 我要努力吧 那你加油吧 你别给人连麦了 抓紧去练棋 去 拿这个结果 因为我没得第一 所以呢 下面精神狂嗨的 你先别着急 你那搞打草了 哥们 大头鹰又滚刀了 打草了 那人说前面 前面一直赢的时候 你咋没看你提呢 前面一直赢的时候 你给人捂着 你恐怕别人知道 别拿着说 我说完了以后 我得死 我只赶上巧克力了 我吃完我得死 现在当不了第一了 这两回让人给收拾了 别滚道 是不是人得第一了 你多可爱 哥们 你先上网 谁吃多了 吐出点巧克力 吐地上 吐地上 你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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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了